来 一 二 三 七 多这点啊 别 别掉下去 我的判断 觉得你正确了 联波之墓重见天日 其中出土的一把武器 彻底改变了我们 对老将联波的印象 因为在集目中 出土的武器 竟然是一把长矛 并不是我们记载的长刀 而之后的发掘过程中 大家还发现了 独属于联波的印章 在上面刻印的两个字 连试 彻底让众专家 确定了其身份 要知道 一般人可是不敢用 这样的姓氏和词等印章的 2021年的一天 许多考古界的 大拿起居安徽淮南 这里发现了一座 来自战国时期的古墓 战国时期的大墓 不仅稀少 且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不管是对我们历史研究 还是瑰宝传承 都是有着极大价值的 众人小心翼翼地 将上面的浮土清理掉以后 一座漆黑无比的棺果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在棺果之上 竟然有一张草席被覆盖 但是虽然历经了千年 草席仍旧崭新 根本没有被岁月侵蚀的痕迹 这说明 古人在此墓上 所下的功夫非常大 一定是用了不少的手法 防腐 官国内的文物 也很可能得到了 非常好的保护 棺盖上 还描画这一幅 二龙川壁图 在战国时期 只有贵族 才可以享用这样的待遇 这其中之人 不是赫赫有功的大臣 就是皇亲国妻一类的 开关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现在 谁也不知道 官国内部是怎样的情况 大家缓缓地揭开了棺盖 首先进入大家眼中的 是不少的积水 在多年来 有许多的地下水 渗入了棺材内部 但是在上面 还有一串 类似于串珠的漂浮物 经过大家检验 发现这东西可不一般 它是人们常吃的枣子 可这个枣子 两千年 还带着皮 保存如此完好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现如今 积水阻碍了大家探索的脚步 在将水面上漂浮的东西 清理掉之后 大家开始排水 等到水被下沉以后 下方的宝藏 才慢慢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在牧主的身边 大家发现了一柄还手刀 这刀桥非常漂亮 大家抽出刀身一看 这刀身上已经秀极斑斑 但是仍旧能看出 它曾经陪伴主人 征战沙场的光辉 这让众人惊呼 能有如此名贵武器陪葬之人 身份绝非凡品 它究竟是谁呢 专家能否找到 它的身份认证呢 战国大将廉坡之墓现身世间 专家发现众多宝藏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等待着大家呢 在将刀取出来后 大家发现了几个非常奇怪的文物 这些文物一模一样 足足有四件 上面雕刻着的花纹 以及尾部的装饰 都是他们第一次见 将这四件文物取出来后 大家发现 这竟然是一座完整的兵器架 是为了放置这把长刀 才被一起掩埋到地下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 保存如此完好的兵器架 之后 还有一把宝剑也被出头 这把宝剑 用专家的话来说 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艺品 他们无法想象 两千年前的古人 为何能有此等审美 宝剑通体漆黑 但是在剑柄上面 还镶嵌着一枚玉制的剑格 非常漂亮 如果不说这是千年前的武器 你一定会认为 这是极其美丽伟大的 千年前的工艺品 大家实在是不敢想象 古人的审美 到达了怎样的一个地步 更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相较于之前发现的还手刀 此刀外表光泽 就和刚刚打造完毕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的腐朽 就像是一个 随时待命出击的毒蛇一般 让人望而生畏 后续 大家发现了不少的陪葬坑 就和其他大墓一样 这些墓坑 陪葬的几乎都是牛袜马呀 一些家中常见的家禽等 但是这些陪葬品 全都是用逃所制 这代表了主人的一种寄托 既是保佑后代五股丰登人畜兴旺 同时也是为了让古人 在另一个世界衣食无忧 最绝的是 古人就连牛吃食的食草 都一同建造了 可能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 古人喜欢的手办吧 在后续的发掘中 改变历史记忆的物品出现了 一柄长矛 本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随着印章的出土 让人们傻眼了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看 这应该是连坡的墓葬 可传闻中 它使用的是长柄刀啊 现在陪葬的 怎么成为了一柄长矛呢 难不成 真实与历史的记录 是真的有偏差的吗 不过从上面雕刻的花纹来看 此陪葬武 应该不是做战用的兵器 上面没有任何雕刻装饰 应该只是平时牧主练习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兵器罢了 与前面发现的两个武器 完全没法比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既然如此 那么牧主的身份 是否能得到最终确认呢 教授 快来 教授 快来 快来 连坡之墓出世存疑 这里究竟是谁的墓葬呢 在众人多日的发掘中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定是武将之墓 然而战国时期最终得到善终 且还能有如此待遇的武将 屈指可数 在墓中 当时出土的一枚印章 上面刻印着连世二字 在所有的史书记载被梳理过去后 大家已经想不到 除了连坡 还有谁能有如此大墓了 在考古工作进行到尾声的时候 专家还是没有发现 其他能够证明牧主身份的物品了 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 连坡死后 究竟被埋在了哪里 但是从种种资料来看 可能真的与连坡有关 但是 在我们的安徽寿县 同样有着一座连坡墓 那里当年出土的东西 有着许多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存在 但是 在当年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 有着真假墓 其实并不稀奇 许多的衣冠种陪葬之物 不比墓主存在的真墓差 专家发现 当年 连坡最后的记录 只有他的死亡之地了 是当时的寿春与淮南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有文物被出土后 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 只有先前发现的这枚印章 在里面 也并未发现其他的有价值线索 但是有一点 还是让专家震惊不已 大家都知道 我们和国外最早商业往来 要说到张谦通使西域了 但是在这个战国墓葬中 大家竟然发现了戴帽 这是什么东西 是当时的外来品 是外国的奇珍异寿 这说明 也许早在很久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了和外国人通商的事情了 不过并未被记录 连泊是公认的战国四大将之一 专家之所以兴奋 也正是因为他的身份 这样的人身旁的陪葬 很可能帮我们填补不少的历史空缺 在许多人的眼中 考古专家可能并不被人理解 但是要知道 千百年来 华夏大地上有上百个大小国家 部落存在过 许多历史的空白 都是从墓葬中被发现的 相信 这里的秘密总有一天会被揭晓 而其中发现的文物 有一天也会被展览出来 这些古代的工艺品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们无法想象 千年前的古人 竟然已经有了何等智慧 他们的创造能力 说是世界的巅峰 也毫不为过